过去风泥全国的一本杂志叫读者 原先叫读者文摘 该读的杂志 这个杂志里边呢 用了一些人生小品文 这个夫妻之间 父子之间 母子之间 兄弟之间 那种淳朴的感情 而这个感情 如果你要把它上升到一个学问范畴 它是属于一种人生美学范畴 可是它里头经常用富有哲理的句子 做开头结尾装饰 使不少有点文化 文化又不高的人 看了这个杂志以后 明明他就破语了简单的人生美学 他觉得我破语了一种人生哲学 使自己获得一种智商上升的错觉 其实你的智商还那样 看完之后你就被他忽悠了 觉得我这人生境界提高了 读者是一本很高档次的杂志 咱不是说读者多不好 只不过他远没达到有些读者想象当中的高度 电视节目也如此 而且里边不乏戏谑 不乏这个奇谈怪论的解读 不乏制造学头的一些华众取从 所以我说这是批着学术外衣 什么叫说评书呢 这一点呢 我和白奖谈那边老聊过 他们怎么样制作这个白奖谈这个节目 跟大伙说实在的 跟说评书的整个构架没什么两样 只不过是什么 他搁在电视上这么用 你觉得新鲜 真要这些人比方到书馆里头 跟评书名家比谁说能吸引住人 他们恐怕远不是这些评书家的对手 但是他制作过程基本就按评书来的 首先一个评书讲 铺梁扣截 每回得双扣 什么叫扣啊 悬念 白奖谈的编导要求每一个讲课的老师 必须一开始得制造一个大悬念 比方说义仲天 往这一站 讲的这个尼恒击鼓骂曹 一开始他就有个悬念 尼恒这个人呢 他说自己遭死 尼恒一边击鼓 一边往前走 走到了曹操的跟前 这个时候负责礼仪的官员就过来拦住他 尼恒 懂不懂规矩 鼓励有专门的制服 你怎么不换衣服就来了 女恒说诺 然后开始脱衣服 你不是要换衣服吗 脱的一丝不挂 吃身裸体站在曹操跟前 然后不慌不忙 再拿起鼓励的衣服来 一件件就穿上去 穿完了以后 继续击鼓 面不改色 心不跳 非常的坦然 这下曹操的弄不得下不了台了 先把这扣留着 他为什么是自己找死 接下来一点点再拆开 而且呢 按照编导的规定的 说三五分钟 一定要有一个吸引大家的点 这个点哪怕涉及到一些暴力 涉及到一些男女之情啊 反正一定有一个吸引大家的点 最好是三五分钟能有一个笑料 这叫什么呀 咱们这了解相声朋友都知道 这叫包袱口 就这里头既有扣 酸扣又有包袱 隔几分钟得有个小高潮 这什么啥 这跟说评书的规律是完全一样的 他可能没有评书 现场感那么强那么细 包括一中天品三国 几来海说和珅 都有这个特点 而且最近白的讲坛 在这条路上走得乌与复交 由评书单口相上转化 我 我说啊 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 很简单 这是发泄对柴净的不满 因为柴净对他是有头无尾 有始无终 可是曹操这一生当中 创造他第一个亮点的地方 也是他融入清流的起点 是他实现自己理想的地方 是他弥足珍贵的地方 所以现在的百家讲坛 基本上都在往这个路上走 他的收拾力能不往下掉 当然有人说老梁你说的不对 我听到有一个百家讲坛 了不起的人讲的东西就不像你说的 那就于丹老师 你看人家讲那个孔子 人家讲的庄子啊 处处说的我心坎 其实人的一生不过是从光阴中借来的这么一段时光 岁月流淌过去 我们自己的这一段生命 眷刻成什么样的模样 成为我们的不朽 成为我们的木之名 每一个人都有理由去描述他的一种理想 但是一切从人的社会化进程开始 从一个自然人转化为一个有社会规则制约的人 这就是学习的起点 有人管于丹这种讲说方式呢 是借着经典复读的一种方式对人进行心理按摩 什么叫心理按摩呢 说白了啊 说通俗点 就跟着灌迷魂汤啊 用麻醉剂啊 差不了太多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咱们首先说说于丹 于丹呢 研究传媒 在北市大 研究传媒可以说非常有心 他研究传媒特点 他了解观众想听什么 他也更加了解这个社会所谓的主流 他对上级喜欢听到什么 我想于丹在这方面是有很深入研究 于丹讲话有个特点 人家追求一种深入浅出 把深奥的东西讲成浅白的 于丹有个特点 浅白东西一定要讲成深奥的 圣贤的意义就在于千古之前 以他简约的语言 点出人生大道 看着后世子孙 或蒙昧的 或自觉的 或痛楚的 或欢心的 我有大量的排比 就是华丽的词句 肩膀一端 每句话都书面语 训练把你给砸晕了 让我们那种古典的精神力量 在现代的规则下 圆润的融合成为一种有效的成分 然后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正建立起来有用的人生 你都没有那反应时间 目眩神尺 哎呀 真有学问 所以于丹说话是端着肩膀说话 他放肩膀会不会说话 我都不知道 那么我为什么讲于丹 这是一种新联谋 大伙可以琢磨琢磨 于丹讲的孔子 说实在的 我自小读论语 跟着我爷爷读论语 如果让我理解的论语 和于丹讲的比照 我好有一比 就孔夫子假如活着 跳到于丹跟前的 都得给于丹鞠躬 哎于老师 你讲那些 我当初都没想到 他对论语的解读 咱们今天篇幅有限 我也不用一个一个点去说这个 大致是什么 他把论语里边 一些相关思想 按照自己的解释 往歪了带一带 变成了一个 可以在广化范围应用的 一种心理按摩技术 而且他这语言 我这么跟大家说 每一句话都正确 正确无比 但都是正确的废话 现在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 有这样一句话 叫做产旧邦 以赴心命 极高明而道中庸 中庸之道 其实是极尽高明之后 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 绚烂之极 而归于平淡 要么是皆仁皆知的 他就给上升到一个文词的高度 要么就是他给你提供一种境界 你这辈子永远做不到 比方说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 就是我们人生的天和地 再比方说 他会跟你讲 关爱别人 这叫淫词 了解自己 这叫智慧 正不正确 太正确了 这都是正确的废话 他告诉你 遇事要考虑自己怎么怎么不行 怎么怎么不对 不要从外界找原因 就从你自己身上找原因 他说我从来不怨天 也不由人 既不抱怨说 天命让我就这样了 也不往别人身上推卸责任 说是别人导致我这样的 我要学习的就是要达到上达 达到通天的道理 可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上 你想处处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咱没那么大罪棍 比方说孩子上不起学 你可能就怪 谁让我不是大款了 到医院看不起病 谁让我不是高官了 没有公费医疗了 买不起这个高价的商品房 愿我自个儿没奋斗好 没出现 那我要挣大钱 我们能买起来吗 一切你都别愿意外边 也别愿意政府 也别愿意社会 你就愿意自个儿没能力 从头到尾 于丹的论语和后边讲装子 给我们灌输的就是这种东西 你说这样的东西 我们闭着眼想一想 如果我们每个老百姓 都自觉的按照于丹这些东西 来提升自己的觉悟 积极配合一些行政机关的工作 那你说这个做官得多好做 管理得多好管 不都天下太平了吗 所以现在你看 于丹老师到各个地方讲课去 地方政府请他的最多 所以我说这是人家于丹 研究了我们这个社会 而得出的结论 所以人家活着